好,來,各位夥伴,大家好 現在是,剛剛好遲中喔 大概只有阿遠敢把直播跟錄影時間秀出來 現在是2023年12月31號下午4點半 等一下錄完一段之後,我會休息去跑步 跑完步回來繼續錄影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第18週,我們第17週要考試 那為什麼要考試呢? 就是因為要考試嘛 好,來,這邊 這個呢,我們 我們 下週,下週就是1月3號 現在是12月30號 所以我想話是用禮拜六的語氣在講 好,來,那我會進行為公佈考試重點 那因為1月13號禮拜六是總統與立委的投票日 那之前教育部就行文給各個學校 希望,不是希望,就是很委婉的 但是至少啦,我覺得我們看來 老師都配合度很高 然後,會第18週會有彈性學習跟處理 那因此呢,我今天在這邊要錄的東西是我們的十評秘集的重點 十評秘集的重點 把一些值得講的題目,我們再講一次讓大家來收看 讓大家收看 好,那那個所以呢,那個第18週的地方呢 到時候我會放一些東西讓大家來 來處理,我會準備那個 錄製影片,就是今天 然後準備點名,讓大家截圖上傳 就算一次點名 那這樣子的話,維持我們一個出席率 大家都是互相尊重與自由 好,來,我們來看到 上次講完的101題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103題 我們只看計算題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上次也跟大家報告說 我的資料都放在這裡 我網址有給大家了 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 你可以搜尋視頻檢驗評級 就可以看到阿元的2020年準備的資料 那事實上這些資料我已經 我很多年前就準備了 就是說這是我之前準備的 那這就是網路的好處 他可以讓不相關的事情 事隔3年5年 好像2017年 我準備這些資料的時候 各位看這邊 這個是2017年的資料 這個網路不容易作假 2017年準備者到現在 而且題目順序都還一樣 都沒有改 所以就有些資料留在網路上是有用的 來,那相對細節 你們可以看這個地方 看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就來講解103題 103題 預配置0.2N的鹽酸更正 硫酸容易500毫升 我先說明了 這邊要控一格 他沒有控L要大寫 他沒有大寫 這不是我的事 因為為什麼每次我強調這個呢 因為我碩士班了 光這個被老闆修理到 我已經亮晶晶了 我常說 你們看到我們就是 老師的身份 站在台上 但是你們不知道 我們 被修理的樣子 包括現在我也會被修理 只是你們沒有看到 所以不要以為 站在講台上的老師很威風 可以罵學生可以罵人 不是 跟你們想的不一樣 只不過我很誠實 我幫他講出來 好 需要比重1.829 98%的濃硫酸 多少 來我們來看 多少是指重量還是莫爾素呢 都不是 他用的是體積 他用的是體積 所以他答案是2 答案是2 你完全看不出來 有啦 你真的要看得出來 會看到一件事情 2.75的兩倍是這一個 他的兩 他的再乘以2呢 會得到這一個 這個再乘以2 所以會知道說 他中間可能會有一個比例關係 那這個東西 我以前國中 我是國中生 我聽過老師講過 老師出題的時候 最喜歡先把題目 先把答案算好 假設我們知道答案是這個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有些題目就故意出混淆的題目 好 那接下來 像這地方 我們知道說 他一定會有一個倍率會算錯 所以他會買一個 我個人猜測 他用0.2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地方我寫了一個關鍵 是0.2n等於多少m 這題要講的比較久 因為他換算幾次 他換算幾次 他就長這個樣子 你看題目都一模一樣 這邊是 這個我看到上面的Mena data 是2023年5月的 到現在都沒有換過 來那沒關係 來我們來看 好 來我們來看這邊 來那題目在哪邊呢 題目我用我的題目 用我的當題目好了 好 這邊的話 預配置0.2n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 好 這邊呢 就是 好 Q103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講一下 一個東西 他是說 我這邊有個提醒 0.2n等於多少m 因為一個硫酸分子 可以解離出兩個 因此我們知道 第一件事情就是 0.2n等於0.1m OK 我跟各位講 那個我 從來這樣講很臭屁 但是真的 因為這個都有 比較難 我丟分的不是這個 我丟分的是其他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比較 熟悉的就是用末數去換算 因為我換算很快 而且我不會出錯 所以我從國中到大學 到高中 我沒有丟過分 但是他就會用一個這個 這個濃度 大家沒關係 我們目標是0.1m 好 他告訴你說 我要需要比重1.82 98%的濃硫酸 多少體積 所以呢 他必須有幾次的換算 幾次的換算 包括哪些東西呢 來包括這邊 第一個需要把那個密度 密度 體積 容值 這選字沒有 容值 重量 其實我比較正規就要講質量 然後呢 我們講重量會比較親民一點 我就講重量 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墨爾素 然後再換回去體積 好 ok 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濃度 不 不是 純的 好 那這幾件事情 他就把你嘎在一起了 那沒關係 阿元陪大家 我們一個一個來算 光這題可以講很久了 來這邊 好 第一個他說我需要比重這些東西 需要多少 好來 那我先換說 這個地方請問這邊需要多少 來我們先來用一個公式 公式來我們就這幾個公式翻來覆去嗎 濃度 等於 體積 除以 墨爾素 我們一步步換 好 來這裡的 濃度告訴你是多少 0.2m等於0.1m 所以這邊是0.1m 好 那體積是多少呢 體積要告訴你是500毫升 那這邊我們自己腦袋就換算了 就變成是0.5公升 好 這時候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墨爾素 三個位之數 我有兩個以致 第三個就可以算出來 好來 我先拿一個 箭頭 也就是n 等於0.1m 乘上0.5l 就等於0.0.5m OK 0.1m乘上0.5l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單位m跟l乘在一起 怎麼會變墨爾呢 對不起好像k一樣 為什麼 因為m本身是什麼單位 m本身是每公升有多少墨爾素 所以他他只是把用m習慣那個代號而已 好 那現在我們目標是0.05對不對 好 重點好玩的地方來囉 我們剛才提到什麼事情 我們要需要在密度 體積 容值重量 容值墨爾素 跟體積 中間換來換去 來 我這邊也就是說換一句話說 我需要比重1.82% 98%的濃瘤酸 多少mol呢 是0.15mol 是0.15mol 那0.15mol的時候 請問他的體積是多少 他的體積是多少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有幾種算法 有幾種算法 那我們直接來這樣子做計算 好 這邊 我們說 0.05mol OK 這是純的 這是純的 需要純的有這麼多 但他不是純的 好 來 那請問 我們就來換過去了 我們換過去來 等於多少 多少克重 那我們都知道 硫酸是多少 98 這個要被H2SO4 就是 兩個青就是2 留32 加上 養 16乘以4 這個等於98 這個盡量把它背下來 那也就是說 這邊的話 我只要乘上 0.05乘上98 就是他的克數 他的克數 來 對不起 老人家打計算機 好 這邊 也就是0 也就是0 0.05 乘上 98 等於4.9克 好 也就是這邊需要4.9克 括號 純的 括號 純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4.9克對不對 如果說你順到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夠狠 你夠狠的話 你就直接來看 為什麼呢 來 他的密度1.8 1.8比較接近1 還是比較接近2 比較接近2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他的密度是2的時候 他的密度是2的時候 純度不考慮 因為純度98很接近 5 假設他密度是2的時候 乘上2他幾公克 11公克 11公克 我們目標4.9 差太遠了 2.75公克 跟這2.75毫升 假設他密度是2 乘以2的話是多少 5.5公克 很接近我們這一塊 這是我們答案 我沒有蓋你喔 這是正規的喔 只是速度更快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慢慢算給你看 好 11毫升 假設他的比重是2 就乘以2倍22公克 我們的目標是4.9公克 不對 22毫升 比重大約是2倍44公克 不對 我們是4.9公克 所以到這邊就可以看出答案 就看你敢不敢 那我們當然不能這樣子教書喔 不然我們被告喔 來那我們接下來看喔 請問 我需要4.9公克 請問他體積是多少 接下來好玩的地方來到 我們接下來要做密度體積換算 來這邊 我就說好 我就說 我用一個正面來看的話 就是說 1公升 98% 的濃硫酸 請問他有多少重量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1公升 抱歉我手寫一筆寫得不好 1公升 乘上 1.82 我直接換算 1820公克 他有1820公克這麼重 他有1820公克這麼重 好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可以用比例去看了 用比例去看 好來 那我們這邊請問 如果說他是4.9公克對不對 我用這個算法給大家看喔 他是不純的 請問若是在 在98%裡面呢 他應該是多少 答案就是 4.9 除以98分之100 這樣子OK嗎 為什麼要處理 除以分母 比他比分子小 他才會變大嗎 他純度不夠嗎 純度不夠嗎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常開個玩笑 我 你的那個東西 營養品質比較高 但價格是三倍 我的 我的營養品質 我的營養量是你的一半 價格是你的 少很多 那我多吃一個麵包 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呢 這是多少 來我快速用電算機打一下 這邊的話 我就把它打成4 4.9乘100 除98 等於5 好這邊 這麼好算 OK 這邊就等於 我用藍色寫 就等於5公克 5公克 好來 那答案互之欲出了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夠強的話 我隨便拉一條線 給各位看 這邊就是 5公克 純度是多少 純度是98% 98%的 好 這邊是1820 這邊是1公升 就是1000 更正 對不起 1000毫升 這邊是 我的目標 用X 好了 這樣子的話 就很快就可以算出來了 為什麼很快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電算機我就不打了 因為我忘記他當時秉級考試能不能用計算機 這個我如果用計算機很快就可以算出來了 如果不行的話 我快速跟各位講 快速跟各位講 來 就像我剛才講的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 這個的 我們不要看單位 我們不要看單位 是不是這個東西乘以2 就很接近這一塊 不到2 乘以多少 乘以1.8 就乘以這一塊 那X乘上2 不到2 X乘上1.8 會得到5 如果X乘上2是5的話 這邊就是2.5 那X乘上更小地方這邊會更大 所以呢 我沒有算的時候 大概就看得出來 答案就是2.75 OK嗎 就說這個東西其實我知道很多人很害怕 就是那我的目的不是炫耀我當年不丟分 我的目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題目怎麼算 然後你會怎麼去假設 一步一步去算 一步一步去算 好來OK 我們準備休息 準備換下一題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